走复古风的冰岛毛衣 那可说是冰岛的特产之一 有不少到当地旅游的朋友呢 都会买一件作为纪念品的 去到当地啊 你随处都可以看到人们穿着 在肩膀上有一圈传统图腾的毛衣 不过在2008年陷入经济危机 而濒临破产的冰岛 那为了渡过难关 冰岛政府呢 开始向国外出口冰岛毛衣 让冰岛毛衣呢走向世界 并帮助冰岛人跨过金融危机 不过来到今时今日啊 这款在当地自产自销的毛 就是手工毛衣呢 却遭遇了市场被侵占的危机 走进店里 顾客满意地站在适应境前 准备要把身上的冰岛毛衣 带回家去 不过你知道吗 这款由绵羊毛所编织而成的毛衣 可不一定是产自冰岛的哦 因为目前有三分之二的冰岛毛衣 都是Made in China 中国制造 当地的编织协会希望 政府能够禁止这些公司 在中国制造的毛衣上 贴上冰岛毛衣的标签 这是Made in China 我们知道Made in China 我们知道Made in China 是Made in China 它是Made in China 它是Made in China 面临劳力不足的问题 由冰岛道地生产的手工编织毛衣 一件需要卖到将近200美元 而中国制造的冰岛毛衣 无论是成本还是售价 都可以大大的降低 可是当冰岛毛衣 不再是本地手工编织生产 冰岛毛衣还名副其实吗 如何定义正宗的冰岛毛衣 也成为了话题 请不吝点赞订阅